好的 观众朋友们 今天又开新的法拉利啦 耶 这台是新买的 对 法拉利GTZ4 LUSO 看一下 经典的内饰 对吧 它有点 像那个啥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台车 它反而挺不像法拉利的 对 就这种 是不太像 但我一下子忘了那个叫什么 算了 现在记性差了 想不下来了 算了算了 走 我们现在开这辆法拉利啊 逛一逛 去准备开家店嘛 要不然 好的 给他店 之前不是开两家店 其中一台出租车就老赚钱嘛 嗯 出租车 一上线就给我们送钱 对吧 就赚的还不够多 我感觉 店应该把它开满 我们要投资的眼光 对 土豪又开始开店了 我们要开的多一点 哦呦 蹭了一下 哎 我好像也没有给他拍照 你在小中间给他拍吧 来这 现在我们在中间 好 来一张啊 哇 这个视角 低趴一点 这样吧 嗯 哎 不错哦 视角不错哦 又是一张壁纸级的相片 他这里每个出来都是壁纸 这很适合搞壁纸 这很适合搞壁纸 我发现 其实这个哦 比别人车子啊 这些比 包括这内饰什么呢 其实这也比GTA模组可 真实多了 真实多了 对 好多了 就GTA如果有这些 就两个游戏 应该结合起来的话 那就真的是 这游戏如果能下车 GTA如果能逼真一点 对 能有这种直接的 合二为一 平白 对啊 我觉得 取所有的游戏精华 大 我一生的游戏 那你要其他游戏怎么做 要几百个剧 几百个剧 我也愿意宅 你知道吧 硬盘塞爆了 显卡 再换到最那个什么 那我也愿意去搞 啊 因为那种游戏是无敌的 就进了去就感觉自己 好像活在现实 不是 就 就不想活在现实世界 那这样也不行 就你想在现实世界 逃避一下的时候 你去这个虚拟世界 感受一下自己是一个 你说的是那种 像头号玩家一样的女人 哦 哎呦 哎呦 我觉得这也不瀑布 对 是的 上去 如果是标库这边就会有 有什么气垫船 对 是的 标库它载具多一些 这个 这个 除了地面上的 对 飞机啊 船啊 这些都有 对吧 它这只有这个 他们区别 丝毫没有什么 影响 我发现 啊 这个发动机进水的 没事的 这个 不够快 这个 这个